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岁的高一学生胡锡宇 2022年10月14日 在江西省上导市 延山县志远中学离其失踪 87岁的中共高官高湛祥 2022年12月9日 网友评论说 大官高湛祥去世 身上的器官换了很多次 不知有多少胡锡宇因他失踪 有一种说法是高湛祥 需更换身体零件 江西官员找到志远中学校长刘古来 志远中学校长刘古来 在本校学生中没找到匹配器官 后来扩大体检范围 在桃园中学找到胡锡宇 胡锡宇是特殊血型 胡锡宇曾做过血液 常规肝功能和肺结核三项检查 与大官高湛祥器官配情成功 于是志远中学校长刘古来 将胡锡宇特招到志远中学 所以胡锡宇是因为 配情成功才被招进志远中学 然后2022年10月14日 杀人取器官公大官 做器官移植续命 大官高湛祥最后移植失败 2022年12月9日死亡 中共媒体报道 中共文联员党组书记 副主席高湛祥 于2022年12月9日 因病在北京死亡 2022年12月11日中 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朱永新在自己的公众号上 发文道念谈 文中提及这些年来 身上的脏器患了好多 他戏称许多灵件都不是自己的 这段话不但把高湛祥身上的秘密 给抖了出来 而且试射人体器官移植 这一敏感话题 很快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网友换花锡杜 发推说 以前只是听说有人换器官 但还很少看到 有名人公开这件事 现在被人抖出来 大家都很差 而且还说的是 许多灵件都不是自己的 许多灵件 那会是谁谁谁的呢 中国现在已经是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可每年那么多器官移植 宫体从哪里来 谁能优先移植 宫体又不是药品 只要投入科研就能生产 也不能从动物身上获得 正规渠道是要有人捐赠 但如果没有人捐赠 而某些人又不想死 那要怎么办呢 中国近年来 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失踪 他们为何失踪 又为何找不到 以前的人口失踪 多是拐卖妇女儿童 现在很多成年男性也会失踪 这个问题细思极恐 2022年10月14日傍晚 江西省上饶市延山县 致远中学15岁的高一学生 胡馨宇在校园离奇失联 此后没有在校内外监控中 见过他的身影 也没有任何他离开校园的线索 在到处都是监控仪和摄像头的中国 一个中学生居然失踪了100多天查无下落 你信吗 许多民众都不信 网传当地人爆料 一个具有罕见血型的大官得了重病 胡馨宇的血型正好配上 胡馨宇为大官高占祥蓄秘 高占祥最后移植失败后 去年12月死 尽管这个说法目前还未得到证实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 与活摘人体器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被移植的人体器官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获得中共批准和支持的活摘人体器官 其中既有大量诸卢法轮功学员等受中共迫害团体的人体器官 也有许多像胡馨宇这样离奇失踪的青少年的人体器官 2022年11月1日 美国法医护理学院和全球性医生组织反对强迫器官摘取的医生 Defa举办首届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的护士在线崩溃 在崩溃上 医生反活摘组织Defa的护理事务主任德伯拉·克林斯·佩里卡·德布拉·康林斯·特拉卡 表示在未经自愿同意的情况下 强制活摘无辜者的器官是最令人霸直的行为 但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 由警察和军方进行监督管理 并且在中国形成巨大收入的器官移植产业 再回到已死的高战响 他戏称的身上不是自己的许多零件究竟是谁的器官 那些人还活着吗 他们是被活体摘除的器官吗 他们都是谁 身上换了许多零件的高官 显然不止高战响一人 像他这样的高官究竟有多少 他们换的零件究竟是谁的器官 那些人还活着吗 他们是被活体摘除的器官吗 他们都是谁 失踪的胡心语和胡心语们 他们的器官是不是被活摘了 成了高战响们身上的零件 阳光帅气的小伙子 无怨无故失踪 下一个有可能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